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开始 邱老师 邱老师 来一个 邱老师 来一个 邱老师 来一个 马田同学 来一个 马田同学 你一定是故意的 那好吧 我就给大家读个诗吧 邱老师 你在学校里面天天都读诗 你现在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 你还不来个热闹点的 就是 就是 邱老师 跳个舞吧 跳个舞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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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夏同学 你惯会出馊主意 你们还配合他一个个的 跳舞 老师就算了 我给大家唱个歌吧 今天 这首歌是之前写给大家的 其实我很开心 能够成为你们的班主任 我也特别珍惜这段时光 所以前段时间我写了这首歌 把这首歌今天送给大家 歌 这首歌 恼 声を opening 激 声 を奏 敲 声を開 好帅 声 记忆照片 像曾经乱的天 在发呆的路边 回到过去的从前 教室里面 夕阳曾透过的瞬间 还有手中发黄心弦 记载着过去的从前 每一天 那单车都抱怨 可时间 总会 让我们心里怀念 那时候不知不觉 又过了一整天 不知不觉 又过了一整年 我们的誓言 笑脸 渐渐的 写成永远 那时候不知不觉 又过了一整天 不知不觉 又过了一整年 说好的再见 却让我无法再见 那藏起 善良的从前 怎么了 看你今天心不在焉的样子 没什么 曾经我也在这儿交游过 只可惜物是人非 我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 人与人是有缘分的 不管过了多久 总有一天 他们会再次相遇 所以不用这么伤感 给你看个东西 信封 给你看个东西 你知道 写给蔚来的信吗 只要把地址填在上面 交给店主 店主在十年之后 就会把信寄出 怎么样 很有趣吧 你愿不愿意跟我交换 给蔚来的彼此 写一封信 林燕 十年之后 你会在哪儿 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下一个十年 我不想再失去你的消息 怎么会呢 我答应你 十年后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无论我在哪儿 我都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呢 你有想过 十年后 你过着怎么样的一种生活吗 其实我最近 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但是 越来越想不明白 没关系 就让它一天一天地过吧 我相信 每一天 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十年后 你这两天足衣服嗎 你这个护车 我哪儿也认为你 你这个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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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比你弄了 你这个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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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们已经决定 要交换写给蔚蓝的信 要不就把这些话 写在信里面 等十年之后我们长大了 再回头看看 说不定会更有意思 好吧 这么晚了 咱们赶紧回去吧 一会儿唐春查房看我不在 肯定要罚赞的 走吧 唐主任 听说你刚才唱歌了 同学们分享还不错 其实 我一直想替同学们谢谢你 之前分班的事 我心急说话有点重 你不要让我心里去 你是在跟我道歉吗 其实 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但我这人嘴特别笨 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我写了一封道歉信给你 我回去再看吧 好 乔老师 其实你也不必觉得不好意思 你上次说的话挺触动我的 我在这个学校当主任这么久 听了很多奉承的话 也听了很多别人在背后 说我的坏话 但是像你这么开诚布公 能指出我问题的 你还是第一个人 我打扰的 唐主任 其实我一直觉得 我们在精神上 特别地默契 而且 在很多事情上 我们都可以互相理解 我好久没有到 这么山清水秀的地方 散散心了 这么好的夜晚 我都舍不得去睡觉了 正好我也不困 前段时间 在代班的事情上 我有很多困惑 不知道您愿不愿意 跟我聊一聊 探讨一下 好啊 反正明天回学校不用上课 我们就多聊一会儿 这出去两天 感觉先过了两个季节一样 这学校都记心都不一样 你跟她草 你看她树 你看她甜美丽 真是太美了 美丽 你们俩都谈个恋爱 又不是倚文会友 对视招亲 那正常聊 好 马天最近言情小说看多了 也意识到自己的言情举止 比较粗俗 非想改变一下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那是 我跟你们说 人哪 要不断地寂寞 像你们这种情笑没开的人 是根本就不会懂的 对了 毛亮的身体怎么样了 咱们今天晚上正好没课 要不一起吃顿饭吗 毛亮 她在 在学校吗 在学校吗 我早上给她打电话 她就有什么事 出去一下 八二零不回家了吗 这样你们俩把包放下 咱们再约呗 那行 那你们先去收拾收拾 好 拜拜 拜拜 我 拜拜 我 拜拜 爸 拜拜 我放在这儿上的衣服呢 衣服不见了 难道宿舍这两千进贼了 进贼了 不会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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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少东西啊 怎么也没少啊 这贼不偷别的光偷衣服 难道不是贼 是四郎 这儿 是毛亮的声音 然后他叫你呢 我去看一下啊 少东西了吗 没有 梁夏 你回来了 怎么这么精神啊 不是说生病了不能去郊游吗 好这么快 我那是新病一通百通 这几天有没有担心我 有没有想我 没事就好 我还以为 你以为我那天 被你拒绝了受到打击 一下倒下去了是吗 都是你的脏衣服 我去帮你洗干净了 我衣服都是你拿走的 你怎么进宿舍的 这你就不用管了 我自有办法 抽什么疯了你 我没抽疯了认真的啊 以前呢都是你帮我洗衣服 我用了两天时间 把这衣服全洗了 我想以后你的脏衣服 我全包了 这就是你们要去郊游的原因 明天你拒绝了我之后 我只能想一个晚上 我把所有问题都想明白了 不过你能体谅你现在不接受我的原因吗 既然咱们都穿越活了 要重新来一遍青春 所以我想 再用青春的方式追求你一次 我会用实际行动的 行啊 那你就好好行动啊 但是呢 我这个人很难追的 那看你好好表现喽 我的计划好了 每天早上我给你买早餐 早上出门前呢 我给你发天气预报 晚上睡觉前呢 我给你收晚 平时的课呢 我负责整理笔记 好吧 然后呢每天吃饭的时候 我给你打饭 要是天气热呢 我帮你打伞 每天上下课 我负责站位 然后帮你背书报 真的很奇怪 二十八岁时候 咱面对面四五年都不跟我说完 现在天气预报多少就怕 我现在不是知道哪儿不对了吗 我就改正了 那我看你怎么改 小明儿 回来了 咱们一起回去 老梁 你病好了 对了 我刚经过传达室 看到有封信 不过好奇怪啊 收件人是你 我 美丽三个人的名字 唱片公司 真的 真的 那在哪儿呢 我知道了 我们一定会准时到那儿的 真的 他们说想做一个校园女子组合 而且经常看到我们的文艺表演的视频 想替我们去选秀 太好了 那我们岂不是要做明星了 真没想到我这一套回来真的是 改头换念 开启了我人生的新天章 那他们怎么说 既然是要办组合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三个都能一起签 应该是吧 但是他们说 说咱们这里面有两个女生挺好的 但有一个稍微弱了一点 怎么可能呢 怎么会呢 美丽 你别难过啊 梁夏 那天表演的时候我确实看到你 有两个舞步都跳错了 但是他们这样也太片面了吧 对你太不公平了 美丽 我 没事 梁夏 你放心 我跟晓宁绝对不会抛弃你的 这么着 面试今天我跟晓宁 带着你多练习练习 肯定没有问题 行 他们说周日上午 我们去面试 周日上午啊 可是我刚回家 我妈说周日上午有事 能有什么事比咱选秀还重要啊 咱们要成为真正的超级星星了 你回去告诉你妈妈 你妈妈肯定也超级开心 就是 而且她说会找专家来测评 就不定我们很快就会签约出道了 有什么事你搁后面我真的是 我肯定没有问题 这可是咱们的大事 天哪 我现在要马上去告诉马天儿 然后再给我爸妈打电话 他们要成为明星家属了 明星家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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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